尼伯特图片取自斗山熊官方脸书 体育中心综合报导 含指斗山熊队不与效力球队 7年的36岁羊头尼伯特 Dofton Nightpad续约 引发球迷不满 从去年12月30日开始 与LG双子队的球迷 一同在蚕蚀棒球场进行抗议 要求斗山熊队签回尼伯特 尼伯特曾在2016年 角出22胜3败防御率2 95的优异表现 是当年的联盟胜头防御率双冠王 更是年度NVP 他上季表现退步 整季留下14胜8败防御率4 06的成绩 尼伯特在韩职7年 出在185场 累计94胜43败 平均防御率3 48他成为韩职羊头 最多胜头记录的选手 根据中央日报报道 尼伯特上级的薪水高达210万美元 原本斗山熊有意愿续约 但因驾马谭布隆而没有留人 改签前乐天巨人羊头灵布隆 Josh Lance Blom让斗山熊球迷相当不满 从去年12月30日开始就在残世棒球场进行抗议 该报道指出直到1月31日球员注册截止日前 这群球迷会持续抗议 另外韩职LG双子队前总教练杨湘文 升任总经理后为了实施球队年轻化 释出队上具有攻击的老将 包含上季打击率高达三成的37岁老将 上阵程勋等人有部分球迷从去年11月下旬开始就在进行抗议 要求杨湘文下台 一名球迷表示杨湘文没有承担LG双子队未能晋级季后赛的责任 而且为了重建球队拒绝老将 我已经在球场抗议了约40天 但球队什么都没有做 LG双子队和斗山熊队皆是用残世棒球场当作主场 两队原本就有世仇支撑 如今两队球迷一同聚在球场外抗议